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补虚伏症来纠正人体的气血阴阳不足为主要功效的药物 我们把它称之为补虚药 就是用它治疗的病症是啥呢 主要是来治疗虚症的 这就叫做补医药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含义 这样补虚药就是以补虚 那么治疗气血阴阳把这一点要抓住 是治疗气血阴阳不足的这一类的药 我们把它称之为补虚药 那么补义药有哪一些作用 补义药的作用是啥 补义药的功效呢 它刚才我们含义里边已经知道 它具有补气 补血 补阴 补阳 就是补气血阴阳的作用 那么治疗的病症呢 都是治疗虚症 都是治疗虚症 那么补气药主要是治疗气虚症 那么补阳药呢 主要是来治疗阳虚症 那么补血药呢 顾名思义那就是治疗血血症 那么补义药呢 是治疗阴虚症的 这是我们谈到的 既是它的功效 也说出了它的实应症 同时也是它的分类 就是我们根据补义药的 它的特点 每一味药的特点 我们将补义药分为这么四大类 大家记住 分为四大类的 这是我们谈到的 它的这个功效 我们来看一下使用注意事项 在使用注意事项里边 首先来看第一点 第一点呢 叫做辩证血药 辩证血药这话意思是啥意思呢 你想比如说血虚 那我就选不血药 那你就辩证 我辩一个血虚 你想临场我们有人说 出现了心慌啊 记忆力减退啊 月经量少啊 那是血虚 血虚呢 这就要选用补血药 叫辩证血药 而且呢 后面还有一句话叫做 精荡配物 你要还做一些 适当的配物 所以这句话意思 就是说 人虚的话呢 它不会单纯的 往往是错统复杂的 你想 第一点 第一点 首先要考虑 阴症选药 阴症选药 就是根据它的不同的症 阴症 不同的症 选用不同的药 那么还要考虑到 气血阴阳的关系 就一定要考虑气血 比如说像气虚 气虚呢 可以导致阳虚 阳虚的病人呢 必定有气虚 所以说 补气药和补阳药 要同用 如果也说 既有气虚 又有阳虚 补气药和补阳药 如果说呢 是气血两虚 就是说 既有气虚又有血虚 那就是 补气药和补血药同用 假如我们说呢 气阴两虚 气虚又有阴虚 也叫做气阴两虚 补气药和补阴药同用 假如说呢 血虚 因为血是本身所谓阴厌 血虚以后又导致了阴亏 所以说呢 补血药和补阴药白 同用的 那么阴阳两虚的话 既有阴虚又有阳虚 或者既有阳虚又有阴虚 所以经常有人在 我们在临床也经常碰到说 大夫呀 我是阴虚还是阳虚 所以说有可能就是个啥呢 阴阳两虚的 那么阴阳两虚的人 补阴药 就是自阴药要和谁同用呢 和补阳药要在一块配务使用 这是我们说到的 精荡的 精荡的配务 那也有人说 那如果说呢 像这个补阴药 往往的和去血药还要同用 就是我们用补阴药 移植到扶正 来去除病血 你蒸气强弱了 就是来了一点小病 你正气胜 能够把邪呢 能去除出去 这是我们说到的一个配务呢 下面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用药的注意 在使用补药的时候要注意 下面这几种情况 那几种情况 防止不当的补而误补 就是啥意思 不正确的补而错误的补了 像我经常碰到 有一些人 知义性皮炎 面色赤 他还老问我 说大夫呀 我能不能吃点恶椒 你看你都是一派热相 你还在选用补药 那就叫做误补了 所以就跟说有一些人爱听表扬话 像我是个女性 有人见了我 哎呀 你最近瘦了 现在人都要听那个瘦的话 哎呀 一瘦了 他苗条嘛 漂亮嘛 一说谁发肤了 哎呀 这个话不好听 所以是有的人呢 说话专门挑的好听的话 跟你打招呼 实际上呢 它是迎合你心理要求 所以在这个用药补药的时候呢 哎呀 他都用补药补我了 他有啥错呢 他没错的 实际上有的时候 补的不当 叫误补和错补 所以说避免呀 首先呢 我们说要避免呢 不当的补和错误的补 就不该补的时候 也就是这话 不该补的时候 绝对不要补 补了以后补错了 然后经常 比如说我最近还碰到一个病 脱发呢 他一脱发后 他就问我 呀 大夫呀 我是不是肾虚 27岁人 脱发 舌头红 脉相塑 那么都是一种啥呢 血热的现象 你还给他补啥呢 那么 辟免补当补而 补之不当 就是辟免补了 应该补 你还注意补之不当 像有人补 心急的很 特别心急 比如说我在后面讲 像鹿绒这个药 鹿绒这个药呢 我们在补的时候 你少量的补 你从两克开始 逐渐加大剂量 有人一用 用到十克 你这是往往出现啥呢 虚不受补 你要注意一下 像比如说 我们后面讲人参 你人参补的时候 你小剂量的 两克三克的补 你不要一上下去 就用大剂量的在那补 这是我们说补的时候 避免这个当补 又由于你补的时候 补而不当 还有说当补 你补而不当 你究竟是气虚 还是这个阴虚 还是阳虚 如果说人家 是个阳虚的病人 你又给他补了阴了 你给他补阴了 人家是阳虚怕了 你给他用了很多的一些 补阴的药 吃了药以后呢 不对劲 拉肚子它会出现 这都叫做 当补而补之不当 那么还要处理好 浮症与去邪的关系 就是不要呢 毕竟死 浮足人起的正气 浮足生气的 那么一定要和去邪的关系 要处理好 如果说呢 像我们说到了冬天 有人很容易感冒 感冒呢 有人就说呀 我是不是得吃点补药 那你吃点补药 一个是料要清 你还要注意一下 补药如果真的你感冒了 不要用量较轻 为什么要清呢 避免闭门流扣 你把贼给留到 就跟我们说呢 一个家里头 你装修了 你弄上一个防盗门 那防盗门呢 还有一个用他的忽兰网 如果贼呢 通过啥的方法 这个进去了 你防盗门一关 他才在里边安心轻轻的 给你在那偷东西呢 才把你家的这个柜子 给你好好的打开呢 所以说要注意是啥呢 你要注意扶症和气血的关系 如果是邪症的话 还是先要去邪为重 不要给他补 那么第四点 我们在补的时候呢 补而兼行 你像我们说在学用 我们在学习方济学的时候 我可能就 你选用补气药 还适当的加着刑气药 我在讲刑气药 讲到第一个药的时候 陈皮 讲橘子的皮 你橘子的皮就和人参在一块用 人参的补气呢 陈皮呢 还可以理气 陈皮呢 橘子皮呢 配上这个人参以后呢 是人参的不耳不治 他就有这么一个好处 也就是说注意扶症 和补气和刑气之间的这个关系 第五个 像我们说做这个补药 首先呢 我们说作为汤气 大多数作为汤气来说 作为汤气的话呢 就存在一个用药的 我煎药怎么煎 有人就问我 看完房子以后 说大夫呀 我这个房子咋 煮多长时间 如果说补药为主的 你注意一下 补药煎煮的时间呢 就长 就跟我们说家里头 你要冻个骨头汤 你是不是要煮的时间较长 冻个骨头汤 才把里边的骨头的一些骨髓啊 等等这些东西才能煮出来 那你补药呢 你煮的时间长了 才把一些成分才能煮出来 所以说做汤气一定要久煎 煮的时间长一点 也可以把它做成蜜丸 蜜丸呢 就是把这个中药的打成粉 用蜂蜜 按一个处方的规矩 用药的剂量的要求 将这蜂蜜呢 蜜丸里边蜜丸 但是用蜂蜜把它做成丸剂了 像我们很多的一些补物品药 你想六味地黄丸呢 你看这些呢 都是把它做成蜜丸来使用的 做蜜丸呢 主要的一个原因呢 服用方便 节约药材 这是我们说作为蜜丸 现在市面上 冬天到了 大家可能知道 做高剂特别多 你想有人说卖的什么厄胶膏 还有什么什么什么的资补膏 都是作为肩膏 应该叫做肩膏剂 肩膏剂呢 用着中药 那么把它熬 熬了以后呢 小火慢慢地浓缩 浓缩以后呢 去掉它的水分 然后加一些粘合剂收膏 这主要的是一些补药 它口感好 服用方便 这可以做成肩膏 可能我后面讲药的时候呢 哪一校可以做肩膏 大家呢 到了冬天的话呢 我们这个肩膏呢 大家要会 要知道它的这个 怎么来加工制作的 因为到了冬天呀 各大医院 什么中医馆呀 都在做啥呢 都在做肩膏 都在做肩膏 做肩膏呢 主要是对一些虚然 我们可以做一些肩膏来服用 这是也可以做成口服液 做成一些这个口服液 可能大家说 有什么气血和口服液呀 等等了 就是做成口服液呢 那是用 它在熬制的过程中呢 加上蜂蜜以后 做成口服液 做成小的那个小平面 主要是为了服用方便 因为你补药是治疗虚症 需要长期的服用药 所以说对于后面这一点 大家要注意一下 加深记忆啊 那么下来呢 我们就要和大家呢 共通的来学习一下 这个具体的这个章节了 这个具体的章节呢 我们首先呢 就来看一下 这个补气药 刚才我们说 在补医药的分类里边呢 分类有补气药 补羊药 补血药和补医药 我们首先呢 就来看一下补气药 补气药的它的性味 这一类的药物的性味呢 大多数都是肝温的 或者说肝平的 比如我们后面讲 这个肝草 你像蜂蜜等等这些 都是肝平的 在硅精上呢 主要硅的是脾精 也可以硅到的肺精 部分呢 要请大家注意一下 部分要可以硅到 心精和肾精 主要硅的是脾和肺 那么为什么硅脾和肺呢 脾为气血生化之源 气血生化之源 肺又主气 所以气血的话呢 和这两个脏腹的功能 失调 有着密切的关系 所以补气呢 主要补的是脾气和肺气 请大家记住 另外有部分的药 有部分的药 可以硅到心精和肾精 那么就是说 补气药里边硅心精的药 它可以治疗心气虚 你讲比如说有人 疲乏 气短 懒岩 心慌 你这时候就要选用 补气药来 补心气的药 如果说肾虚 腰疼 那么胃寒 滋冷 大便汤薄 小便清肠 不育症 不孕症等等 移经 那么像这些情况下 自所以肾虚 那你要选用一些 归 肾经的补气药 所以我想在这说 我们后面学这个具体的补药的时候 把它的归经记住 归哪一条经 补的是哪一条的啥呢 气 注意这话 你想我们说人生 人生是大补元气 它归的是心经 肾经 脾经 肺经 那么下面我们说 所以说大家来看 那么归经 主要归的是脾经 所以说治疗啥症 治疗脾气虚 脾气虚的脾气虚症 后面症状 大家通过中医诊断里边 脾气虚有啥症状 食少呀 脾乏呀 无力呀 大便汤薄呀 顽腹胀满呀 恶心殴吐呀 舌蛋胎 舌蛋胎薄 脉相虚弱等等 那么也可以出现的 很强有肺气虚 补肺气的药 应该这样说 补脾气的药 治疗脾气虚 补肺气的药 治疗肺气虚 补心气的药 治疗心气虚 那时候有心慌 那我就要选用补心气的药 声音低违 声音低回 说话无力 咳嗽气喘 那就要选用补肺气的药 如果说是肾气虚 那我们说叫补肾气 后面还要说 如果说大不原气 原气和谁有关系呢 和肾气有关 原气 原气虚之轻正 那么我们可以选用一些大不原气的药 如果说原气虚极欲脱 注意这话 欲脱 我们说导致了极度的虚弱的话 那要选用补原气的药 在咱们中药学里边 讲到补原气的药 最好的药 首当其冲的一个药是谁呢 人参 请大家记住 补原气的药 最好的一个药 是人参这个药 所以说 你像为啥说 这个人参呢 像是在365位中药的一本书上 这第一个解释的药是指的是人参 很多书上 讲中药学的临床应用的话呢 是首先讲人参 因为人参呢 我们在临床使用的频率比较高 人参是个补气药 而且人参有很好的大不原气的作用 因为补气药呢 有这个补气的作用 有部分的要注意这话 有部分的要兼有养阴 部分的要兼有养阴 这样治疗 阴虚金亏的气阴两伤症 刚才我们在讲到补异药的时候 有可能出现是啥呢 有可能出现的气虚和阴虚 再说我们这里边的药呢 本身它就有补阴的作用 你像比如 比如说吧 我们后面要讲到的西洋参 你像西洋参呀 山药呀 你像太子参呀 等等这些 就有很好的补气养阴的作用 有一些药呢 又有很好生经的作用 治疗一些阴经亏虚 就是有 因为本身说呢 经就是个阴 所以说有阴经亏虚的 但最好的药就是 叫我推荐的话 你像这个太子参 像这个西洋参 但我们说人参 这个药也有很好的这个 增经的作用 你像我们说黄奇 假如我要再说 像一些阴经亏虚的 像临床碰到的糖尿病的病人 那就要选用一些补气的 能够增经的药来进行治疗 还有一些药呢 补气的同时呢 还建有很好的养血的作用 我们说气能够生血 气虚后可以导致血虚 可以导致血虚 所以说呢 补气药里边呢 还有一些要有养血的作用 那么养血作用就是 治疗血虚和气血两虚 比如我给大家举例 有谁呢 人参 党参 像黄奇 这一些药 它都有很好的 像大枣儿 都是很好的 治疗气血两虚的一些病症 这是我们说到了 这个补气药 我们在使用 大家注意一下 在使用这个补气药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啊 它和 选补气药 它主要治疗 脾气虚的话 要配上消食药 配上消食药 比如我们说 你在选用人参啊 黄旗呀 党参呀 等等这些药 像白竹呀 我们要配点消食药 比如说配上谁呢 麦芽呀 知识呀 陈坯呀 就是想给大家说 你在补气的时候 你不能一味的在于补气 不能一味的在于补气 一定要注意干啥呢 一定要注意和消食药同用 如果说脾虚有湿 注意这话 有湿 那一定要配上化食药 或者说造食药 化食药 像比如我们前面讲过的 方香化食药的 货香啊 你像佩兰啊 你像仓足啊 等等 甚至我们说到的像 福林啊 你像福林 都是一些很好的 一些去食药 就是食 脾虚有了食了 那么如果说 气虚以后导致了中气下泄 气虚下泄 那么这时候应该配点生阳药 比如说 截表药中的 生麻呀 财虎呀 隔根啊 你像防风啊 呛活呀 这些具有生体作用的药 来治疗中气下泄的病症 如果说脾虚导致的久泄了 经常出现了腹泄 像我们临床有次碰到的 结肠炎的病人 那你就要配一点 这个色肠止泄药来进行治疗 你要配上一些色肠的 比如我们说色肠止蟹药里边的 撒仁呀 肉豆扣呀 这一些药来进行治疗 甚至我们说还可以配上石榴皮呀 像这个莲子呢 芊石呀 配一点色肠止蟹的药 如果说皮不通血 皮不通血导致的出血 像我们在临床碰到的 像一些妇科导致的崩漏 由于脾气虚导致的一些出血 因到有不规则的这些出血淋漓不断的话 你还得要配一点止血药 你像比如说血鱼碳呢 我们讲过的 血鱼碳呢 棕里碳呀 地鱼碳呀 槐花啊 等等这一些止血药 甚至还可以配一点 像芊草呀 蒲黄啊 等等这些来进行治疗 这是我们说有皮不通血 那么补气要主要是治疗脾气虚 也可以治疗肺气虚 如果说肺气虚而导致的 喘咳有痰 注意一下 喘咳有痰 那么一定要配上化痰止咳药和 化痰止咳平喘药 就能够起到去痰 又能够起到啥呢 平喘的作用 像我们后面讲这个补肺汤 补肺汤里边呢 里边用人参 用黄旗 人参黄旗丝补气药 然后又配上谁了 配上一些子碗 配上一些子碗呀 等等这一些杏仁呀 等等这一些止咳平喘药来治疗 化痰的止咳平喘药 那么也说由于皮虚而导致的咳嗽有痰 你要配上这些 如果说在有皮肺气虚导致的自汗 你要说出现了这种虚汗的现象 那要配上一些顾表止汗药 比如说我们后面讲到的 收色药中的浮小麦 你看我们说后面黄旗 蒋黄旗有顾表止汗的作用 你要配上止汗的像 像浮小麦呀麻黄根呢 等等这一些药 又起到止汗作用 我们假如说由于气虚 气虚以后呢 又导致了这个心气不足 导致心气不足的话呢 那要配上一些补心气的药 那就要选一些 尤其是谈到补心气 这后面说宁心安神药 大家呢可能学的多了 也记不住了 像我们前面讲过的福灵 就有很好的宁心安神的作用 比如我们后面要讲到的像五味子 那么它有很好的宁心安神的作用 引起到这个宁心 比如说我们在讲到安神药里边的 你像这个远质 你像远质 你像这个灵芝 像这些药都是一些很好的宁心安神药 就是由于心气虚而导致的心慌 你在补心气的时候还要注意是干啥呢 宁心安神 这是讲到了心气虚了 那么后面在使用的时候呢 大家还要注意这个气虚啊 大家一定要注意 气虚的时候如果说兼有气虚 我们说气虚可以导致阳虚啊 如果说气虚解于阳虚理寒 阳气虚有理寒症 那你要配上补养药或者是温理药 我们说也就是说补气药要和补养药同用 另外还要和温理药同用 你比如说我们前面讲过的 父子呀 干姜啊 肉桂呀 像这些药都是很好的补养和温理药 如果说气虚又有血虚 刚才说气虚又有血虚 那就配补血药 你比如说黄芹和当归在一块用 引起到补气虚 所以说大家在说呀 老师你看气虚你不能光记着就是个气虚 气虚有可能阳虚 气虚有可能血虚 气虚还可能导致啥呢 阴虚 那阴虚有啥虚咱配啥 那么补气药呢 还可以和浮症气虚药 你想一些年龄大人大便密节 那大便密节我们选用 有一个著名的方子叫新加黄龙汤 那么也说补气药还要配上卸下药 你想人参和大黄在一块用 大黄是个卸下通便药 卸下通便把人参给他补 把他气补上 再给他通便 你想有一个著名的方子叫人参败毒散 让人参和解表药同用 治疗虚人易感风寒 等等等等 你看配解表药配清热药配卸下药 你想我们说配清热药 组成了一个著名的方子叫做足叶石膏汤 足叶石膏汤里边就是清热药的石膏 脂母足叶配上谁了配人参 配上人参这是我们说要进行一些配务 如果说对于施邪较重 就叫施圣中足者不要用 就是施气肿 大家一定要辨清楚 我们是治疗脾虚 如果说中交施邪较重的不能用 你有想用 这里边说了个慎用 你要用的话一定配上 理气除湿的药 比如我们说到的 像撒尔尔 陈皮 麦芽等等这些 我在前面讲药的时候 曾经给大家总结了 那么能食补药 补而不治的药 有哪一些不知道你们还能够记得住 如果你记不住的话 你可以翻一翻我们前面讲过的 理气药里边和这个消失药里边 提到了有一些药 所以说你看补药呢 不是纯粹的在于补汗药和其他的药 联手吧 也就是联手治病 这是我们这一节课 谈到了一个概说补气药 和这个补义药的它的概说 这几个内容我们就讲到这